先知虽然有鸟 但一定不能呆得像鸟一样 先知往往是一个队伍里面的核心 承担着指挥 辅助 奖励等多种功能 队友发压好密码机 就代表闪现好了 红蝶这里没有丢蝴蝶的动作 意图已然暴露 那么一会儿 呆得像鸟一样的 就是他了 一名合格的先知 除了能预判闪现 还能率先知道 屠夫的下一步动作 约瑟夫拍照之后 没有打任何的景象 就要提防他暗杀的可能 我的下体感到一阵凉 我本以为是我真空出门幽颠了 原来是因为约瑟夫过来暗杀了 监管是这样的 只需要无脑抓人就行了 而我们先知 需要考虑的就多了 当然 有时候考虑的太多并不好 万一我们被屠夫看穿了怎么办 不怕 还好我穿的比较多 一名合格的先知 还应该提前一支队友的死亡事件 以及队友的死亡方式 你不会吃个次元转救不下来吧 我 你不会也吃吧 牛逼 先知玩家往往是一局当中的指挥 是团队的大脑 这里我和佣兵抢救人 看似是我傻逼 实则暗藏玄机 果然 我们家忙碌的屠夫 忙碌了一整军 那么计划有变 我鸟很多 准备死跑 这个医生没有大心脏 想要死跑 就必须为他献出我们的心脏 那么好吧 直接开启奖励模式 对红蝶进行精神OB 这个红蝶是羽毛球世界冠军 我们长得又非常像一颗羽毛球 把它吸引过来非常的合理 看抬手飞轮 电机没压好 叫鸟拖一下时间 劳神是一个先知的荣誉勋章 五层劳神的先知就是五星上将 可恶 我长得像羽毛球还不够欠抽吗 难道只有我长得像电子烟你才会抽我吗 医生没打心脏 机子压好了 直接喊开 我们先去天门 红蝶把医生击倒 突然想起来门口还有个羽毛球要抽 但我们手里还有一只鸟 根本不慌 看似我倒了 实则我活了 因为一切都在先知的预知当中 之前我抢佣兵救人 让佣兵留下博命 现在机会来了 直接博命出门 这个位置 除非是被使徒或蜡像强控 否则是一定能出门的 红蝶试图用贴贴的方式挽留我 但不好意思 我现在更希望你抽我 直接四跑拿下